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视频博主 上传了一段火柴人大战数学的视频 精彩分成 有很多小朋友看完之后 艾特我说 这个视频中有两个地方没有看懂 第一个就是视频的主角之一 Eat I pass m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就是这Eat I pass me 为什么还能够变身呢 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公式 欧拉公式和泰勒展开 那我们就花两期节目来讨论一下这两个公式 今天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欧拉公式 为了研究欧拉公式 我们首先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复数的乘法 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什么是复数了 但是你知道复数的乘方 复数的对数 复数的指数 复数的三角函数都怎么计算吗 你看完今天的视频就能够了解了 我们首先从复数的乘法开始 我们知道复数是解方乘的时候解出来的 是吧 假如有一个数 这个数的平方是等于-1 那请问这个数是几呢 显然它不是一个实数 因为如果是实数的话 平方不可能是负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正负根号下负1 而根号下负1呢 我又可以用一个字母小i来表示 叫正负i 这个i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这个i叫Imaginary 想象的 有人说这个i叫做Impossible 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样吧 人们都认为这根号下负1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是虚拟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虚数 如果把虚数和实数合到一块 我们就叫它负数 是吧 比如说z等于a加bi a和b都是实数 这就叫一个负数 是吧 a叫实步 b叫做虚步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在一个坐标系上表示出来 横坐标叫实轴 纵坐标叫虚轴 而a加bi就可以表示成这上面的一个点 是吧 这个点叫a加bi 具体来说它的横坐标就是a 它的纵坐标就是b 在实轴上部分是a 在虚轴上部分是b 所以这个数就是a加bi 所以我们就把一个负数和一个向量对应起来了 其实这个负数还有另外一种表示方法 大家看 首先我们从原点出发 到这个点之间有一段距离 这个距离我们管它叫向量的膜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负数的膜 rho 对吧 同时这个负数与x正半周还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我们管它叫辅角θ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负数还可以怎么表示 是不是还可以用这个r和θ来表示 其中这个横坐标 或者说它的实步是a等于rho cosc的 而它的虚步就是纵坐标 是b等于rho sinc的 所以这个负数我们又可以用横等式 表示成rho cosc加i sinc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rho cosc就是a rho sinc就是b 所以说你这个点既可以表示成a加bi 一个负数 也可以表示成rho cosc加i sinc 对吧 那么上面这种表示方法 我们管它叫负数的坐标表示 这个我们管它叫负数的坐标表示 坐标表示 而底下这种表示方法呢 我们管它叫负数的三角表示 三角表示 好 我们已经明白了负数的两种表示方法了 下面我们就要说负数的乘法了 负数的乘法 膜就是这个长度 是吧 膜要相乘 而它们的角或者叫辅角 角是相加的 膜相乘 角相加 这就是负数的乘法规则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假如有两个负数 z1和z2 我们要乘起来 z1乘z2 它等于什么呢 z1等于rho1倍的cosc加i倍sinc 对吧 这是用它的三角形式来表示 z2又可以表示成rho2倍的cosc2加i倍sinc2 它也是三角形式 对不对 我们按照乘法的规则 我们可以把rho1、rho2乘到一起 你看这不就是模相乘吗 咱们再看后面的这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相乘 实际上就相当于拆过号 拆过号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cosc1cosc2- sinc1 sinc2它会有这么一项 为什么呢 因为cos乘cosn是个实数 sinc1乘以sinc2 cosc2cosc1对吧 我们乘起来就是这个结果 大家看这一项是什么 cosc1cosc2-sinc1 sinc2 这不就是两角合的余弦公式吗 对不对 它就等于cosc2加c2 而sinc1cosc2加sinc2cosc1是什么 这不就是sinc1加c2吗 所以它又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叫rho1乘rho2乘以cosc1加c2 再加i倍sinc1加c2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复数乘法的公式 复数乘法的时候它们的模是相乘的 看到了吗 这是新的乘机的模 而它们的浮角它的浮角是加起来的 对不对 它的浮角是相加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复数表扬成三角形式的话 它们相乘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模相乘 浮角相加 这个公式就被称之为利莫弗公式 这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习到的 特别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说一种特别的情况 特别的 我们想象假如z2是i i是什么 i是虚数中生的一个点 所以它的浮角是多少 是2分之π 严格来讲应该叫主浮角是2分之π 它的主浮角是2分之π 可以把它表示成cos2分之π加i倍sin2分之π 你会发现这个数它的这个模是1 对吧 它的模是1 而它的浮角是2分之π 主浮角是2分之π 所以我问你 你说z乘以i它等于什么 z乘以i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z的模是不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i的模是1 所以1乘以z的模那还是没有变化 对吧 所以r没有变 但是浮角你有个2分之π 所以应该是乘以cos2分之π 再加上i倍sin2分之π 也就是说假如你让一个负数乘以一个i的话 那么它的模是没有变的 这个模是不变的 对吧 它的模不变 而浮角加了2分之π 什么叫加了2分之π 那不就是逆时针 逆时针让这个向量转了2分之π吗 对吧 你模没有变化 逆时针转了2分之π 你就浮角加2分之π了 所以比如说这个向量z的a加bi 我让这个向量我乘以i 乘以i之后的结果是啥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向量画一个圆 让它逆时针转2分之π 转到这儿 这就是新的向量 新的向量 这叫zi 其中这个角是直角 这角是直角 是吧 所以任何一个向量乘以i 都表示把这个向量大小不变 是吧 然后逆时针转过90度角 转过了90度角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下面就可以去讨论欧拉公式了 欧拉公式的证明有很多种方法 那如果你要想知道欧拉公式的一个证明方法的话 那你可以去维基百科上 还有比较严格的证明 是吧 也有一些人他们使用这个泰勒展开来进行证明 但是泰勒展开实际上是一个循环论证 它的证明是不对的 是吧 我比较了很多种欧拉公式的证明方法 我发现3Blue1Brown 它用的一种方法是特别容易理解的 所以我就用它的这种方法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吧 如果大家愿意看原视频的话 可以到3Blue1Brown的这个主页下去搜索一下 它关于欧拉公式的说明 它的方法是这样的 它说如果x要是一个实数 是吧 在x是一个实数的时候 那么e的x次方的导数 dex次方除以dx等于解 是不是等于e的x次方 是不是 等于这个吧 然后这个这个式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吧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d1x除以dx实际上表示的是e的x次方的增长率 对吧 它的增长率正好是等于它本身 也就是它越大 那么它的增长就越快 它增长得越快 它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画一个图像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e的x次方 这个是x 它是这样的一个指数函数 是吧 最开始的时候增长得比较慢 后来你长大了 长大了之后斜率就大了 对吧 后来你又长大了 斜率就更大了 后来你又长大了 斜率就更大了 你的增长率是和你自身是一样的 你自己越大 增长得越快 对不对 好 这是实数情况下 当然了 按照囚导的规则 dE的kx次命除以dx 它应该等于k倍的e的kx次命 这是基本的求导法则 是吧 好 它说假如这个求导法则 也适用于负数的话 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 咱们看 它说有一个z z属于一个负数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问 假如z正好是i θ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那我刚才应该假设了 e的x次命的求导法则 依然适用于负数 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dE的i θ次命除以dθ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它是不是等于按照规则 等于把这个i i就相当于刚才的k 把i放前面 i乘以e的i θ次命 是不是等于这个 对吧 然后神奇的地方就来了 i乘以e的i θ次命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把这个e的i θ次命怎么样 转了90度角吗 是不是 是不是 逆转90度角吗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变化率 也就是说 e的i θ次命这个函数 它的变化率 是等于它自身的大小 在逆时针转90度角的 你能不能把它画在一张图上呢 这个函数的变化率 等于它自身在逆时针转90度角 是吧 啥意思 咱们来看 这是一个负平面 首先我们说θ等于0的时候 e的i θ次命 是不是应该是等于e的0次命 也就是1 对吧 这个是e的i θ次命 在θ等于0的时候 θ等于0的时候它是1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仔细讲 在你刚刚开始变化的时候θ变了一点点 你是不是就有一个θ的增量 这个θ的增量是多大呢 首先它和e的i θ次命是成正比的 但是它相当于e的i θ次命转了90度角 转到这个方向去了 它的增量是这个方向的 对吧 它的增量变化率是这个方向的 于是我们就说经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你的这个e的i θ次命的变化是这么变的 这叫θe的i θ次命 你是这么变的 那我问你 你原来的e的i θ是这么大 对吧 完了你的增量δe的i θ是这么大 那我问你 你新的e的i θ是多少 新的e的i θ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这个量了 这就是新的e的i θ 好 再来 新的e的i θ有了之后 你又经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你又有一个新的增量了 这个新的增量是把它逆时针转到90度角这个方向的 所以新的δei θ次命就是这个量了 对吧 这样一来 你再下一个时刻 e的i θ次命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再过了一段时间 你又有一个增量 这个增量是δe的i θ 于是你的e的i θ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 你的增量是这样 那么e的i θ就转到这来了 大家能想象出来吗 你的增量永远和这个半径是垂直的 这就像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是不是一个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你的速度方向是不是始终垂直于半径 反过来说你如果速度始终垂直于半径 而且速度大小又不变的话 那你就始终是一个圆周运动 对吧 因此我们说e的i θ次命最终会画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 画出一个圆来 画出一个圆来 对吧 你画出了一个圆 那我问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在某一个时刻 e的i θ次命怎么表示 是吧 咱们看 假如就在这个时刻吧 假如就在这个时刻吧 你的膜还是e 对吧 你同时有一个角度θ 那这个点它对应的一个负数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负数也就是e的ic的次命 它是不是就等于cosθ加i倍sinθ 那这就是什么 就是欧拉公式 就是欧拉公式 所以它的这个说明方法是比较有趣的 虽然说可能不是一个严格的证明 但它使用了这种导数的类比 然后又加上了一个单位元的变化 是吧 把这个问题比较通俗地跟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那么有了这个结论 有了这个欧拉公式 e的ic的次命等于cosθ加i θ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探讨 e的i倍次命有什么应用了 我擦一下黑板 好 黑板擦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欧拉公式的应用 这个公式 e的ic的次命等于cosθ加 i倍sinθ 刚才我们从这个导数的角度来理解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有什么应用 首先我们先说 假如这个θ 假如这个θ它等于π会有什么结果 θ如果等于π的话 那就是e的iπ次命 e的iπ次命等于cosπ加i倍的sinπ 对吧 cosπ是几 cosπ应该是-1 对不对 sinπ是几 sinπ是0 所以cosπ加i倍sinπ其实就是-1 对吧 e的iπ次命就是-1 所以在这个火柴人大战数学里边 它出现了-1之后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e的iπ次命 对吧 然后e的iπ次命就开始跟这个小黄儿作战 当然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看出e的iπ次命等于-1 因为什么呢 那因为e的ic的次命其实是一个圆 刚才我们画了一个圆 对吧 那个角度 这是e的ic的次命 那个角度实际上就是它的辅角 那么我问你e的iπ次命是多少 那你不就从这个位开始你转一个π吗 你转一个π那你是不是就转到这个点了 所以它就是-1 是吧 所以你不用公式你也能看得出来 甚至于我们通过这件事还可以说明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学过负负得证 是吧 说为什么负负得证 有一次个小孩问我 我还一下子给蒙住了 那现在你就可以通过负数的办法来说明 为什么负负得证了 是吧 咱们看为什么 那是因为这个-1乘以-1 e的iπ次命乘以e的iπ次命 它是不是根据负数的规则 应该是e的i乘以2π次命 对不对 而e的iπ次命是不是就是-1 再乘个e的iπ次命还是-1 e的i2π次命是多少 你转过2π角度 那是不是又回到这了 所以那不就等于正1吗 所以你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负负得证 因此这个公式的应用还是很重要的 好 这是第一个应用 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指数函数 这个擦一下 负数的指数函数怎么算呢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e的a加bi次命怎么办 那这个很简单 那就是e的a次命再乘以e的bi次命 对吧 所以它就等于e的a次命乘以一个cosb加i倍sinb 你看这个指数函数是不是就出来了 有人说那我不要算e的指数函数 我要算任何一个数x的指数函数 比如x的a加bi次命又该怎么算 其实也一样 你把这x吧 换成以e为底的就行了 它等于e的lnx次命 它的a加bi次命 看到了吗 就是你把这个x换成e的lnx次命就行了 然后这样按照这个指数的这个规则 等于e的alnx次命再加上blnx次命乘以i 你又可以使用这个复数的规则 就可以进行计算了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想求对数 我们想求对数 比如说我们想求一下说是lna加bi 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也很简单 lna加bi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三角的形式 等于lnrhoe的i次命 我是可以这么写吧 对吧 因为e的i次命等于cosnc加ifsnc 我们把它的模和幅角搞出来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对数的规则 它等于lnrhoe加上i次命 对吧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注意 这里面的这个θ是浮角 浮角实际上是一个多值函数 它是多值函数 因为你转一圈之后 你的这个负数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对一个负数取对数之后 还有很多很多个值 就好像我们对一个自然数开根号 它有俩值 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一样 是吧 那么你对这个负数取个对数 它其实也是个多值函数 那我们要对其他体数求对数 我们就使用换体公式就行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数了 那我们继续想 假如我们要想求三角函数怎么办 那其实也很简单 你看 我们已经知道了e的iz次命 它等于cosz加i倍sinz 对不对 我们还知道e的负iz次命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z换成负z不就行了吗 那等于cos负z cos负z还是z 因为这个cos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偶函数 然后减去i倍的sinz 你通过这个连例你能告诉我sinz等于什么 cosz等于什么吗 sinz等于一个负数求sin值 等于把它们两个相减 然后再除以2i 所以等于1倍的e的iz次命减e的负iz次命 对吧 而cosz等于什么 等于它们俩相加再除以2 1倍的iz次命加e的负iz次命 然后你通过指数环数就可以定义三角函数 对吧 当然了 我们利用这种办法 还可以去求负数的密函数 以及负数的反三角函数 那么关于负数密函数 在我们之前讲过一个视频 叫rx的x次命图像长什么样 是吧 在那个视频中我们有仔细的讲解 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反三角函数比较复杂 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怎么样 大家看 我们从一个欧拉公式 就可以得到所有关于负数的运算 这欧拉公式作用真是太大了 关于这个视频中的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e的iPAS面还能够变身 也就是Tiler展开 咱们在下一回视频中再给大家做讲解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的账号 李永乐老师